新加盟KT的两位选手BDD佐斯诺弗劳尔又,取自英文体育中心,综合报导今年的LCK夏季赛王者KT,今日终于有所补强,在一连走了帕恩、尤卡尔、德夫特和马塔四位夺冠班底后,今日官方在脸书宣布签下前K-Rad的当家中路BDD和从土耳其联赛回归 的辅助斯诺弗劳尔,这支LCK的传统禁旅,在今年全球LOL选手大洗牌的情况下迟迟没有补强,K-Rad原本有意要与BBD续约,但是BBD在原先的队友一一离开的情况下同样选择离队,最终KT在原先的两位中路都离开的情况下将BBD拦虎,补强了中路的空缺,请继续往下阅读 这支被网友称为银河舰队的LCK顶级战队,近两年在比赛场上都没有特别亮眼的表现 今年于世界赛紧巴强止步,去年更是连世界赛都无缘参与,让韩国粉丝相当失望 今年在阵容大洗牌的情况下,KT决定与上路选手斯米布和打野选手斯科尔续约,在普进了BBD和斯诺弗劳尔后,先发5人只剩AD选手尚未公布,韩国网友认为极有可能会是先前加盟过闪电狼的AD 选手克拉莫加盟KT,还想看更多新闻吗?欢迎下载自由时报APP,现在看新闻还能抽奖,共7万个中奖机会等住你 iOS.https-OO.xl-gc70rrend.x.https-OO.xl-vjf3lv活动办法 https-draw.ltn.com.tw-slot下划线 V8-已经按字了,谢谢,相关新闻 iOS.tps-OO.xl-gc70rrend.xl